大家好,我是張傑瑋 我今天邀請了一個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我很老很老的同學 黃鴻瑋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鴻瑋 他現在是溫哥華交流樂團的中立琴首席 然後他也帶過非常多的樂團 你帶過哪些樂團可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嗎? 簡單介紹的話,就香港愛樂 然後索爾愛樂 當然我也在倫敦交響樂團 倫敦愛樂還有倫敦的皇家 當過客席首席 然後我也在紐約愛樂帶過了一年多 然後現在在溫哥華 OK,他是我很小的時候的小學同學 然後應該是說 他是帶過很多樂團的中立琴首席 但是我們小時候是拉小立琴一起長大的 然後他一開始也是從小立琴開始進入音樂的世界 然後我想今天邀請他 我們主要會分享一些小時候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應該蠻多人會對於我們這樣子的人 就是後來在做職業音樂家的人 到底小時候是怎麼長大 是不是像大家想像的一樣 不像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先講 我們先講我覺得可能是正向的東西 就是都是正向的 你小時候 大概在小學的時候 你大概練琴都練多久 然後你的印象當中 大概到人生什麼階段 你覺得你會自發去練琴這件事情 不太需要旁邊的老師或是爸爸媽媽提醒 其實 小時候怎麼可能自發去練琴 我們小時候雖然沒有 雖然小時候沒有iPad 不過其實好玩的東西很多 所以說真的自發去練琴的想法 也是一種想法 是不是要做不容易啊 不過當然都是老師說什麼 然後都是媽媽說 喔 練琴現在去啊 怎麼可能說真的 真的自發去練琴 你小時候練琴 小學的時候練琴練多久 如果從三年級開始算的話 三四年級以後 應該基本款就是 三個小時了吧 對 我小時也差不多 這個 他講的時候跟我說 他在家裡都沒有練 你知不知道 然後我每次打電話去他家 他家電話我也記得很清楚 然後 都有聽到小力琴的聲音 然後你只有你小時候跟我講說 你回家都沒有練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心態是什麼 你可能是希望我也沒練 因為我們班上 我們兩個成績一直都是最好的 然後不是他就是我 我在想 你可能是希望我不要練 可是你知道我那時候聽了什麼感覺嗎 我心裡說 我是不是比較笨 因為為什麼他沒有練 就這個樣子 沒有 我想一想 那時候大家都說我沒有練 對 好像很多 結果大家不是在練 對 我想說路盡隨俗啊 大家都說沒有練 然後都在練 我也不想要成為那一個 說自己有練有練 有練有練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看三四個小時是基本款 對呀 因為以前 補習也沒有說像現在那麼盛行 那 練琴 其實練琴 對我來說 練琴比念書有趣太多了 我也是 對 就是如果真的要選擇的時候 對 那我想問一下你小時候都是怎麼偷懶 可以跟我 我猜你應該有 然後我小時候偷懶的那個技術 不是開玩笑 其實以前 就像你說的 沒有 當然不可能自己很自動自發的去練琴 所以我的老師 你也是啦 林佳龍老師 他以前說要錄音 所以 現在不是這種現在Digital那樣子的錄音 以前就那個Cassette 就小小錄音袋 然後我就要去買空白錄音袋 然後去按 一邊練的時候就要按 然後一天要錄幾個小時這樣子 然後 脫懶的時候 當然有被我姐發現 然後我就打屁股了 我就用兩台錄音機啊 這樣子 錄一送一的概念 兩台一起錄 投一個時間 對 這樣一個小時呢 兩個小時 兩卷嘛 這樣就練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但是我其中一個 塑菱布好像只有我會脫懶的樣子 我之前也會 應該是有啦 我小時候是 那個 就是 我會 因為我家 我爸爸工作的地方 跟我住的地方 有一點點距離 然後 小時候調音那時候轉不動 需要 那個 幫忙 對 然後 可是呢 就是 其實有一天我已經轉的動了 其實有一天我已經轉的動了 但是我就是還是會裝 然後我轉的動之後 我就拉一拉 想要突然的時候 我就把它再轉不準 然後再走去我爸爸工作的地方說 爸爸幫我調音 然後我這個來回 就是 等休息 就是當休息啦 就是就可以 可是以前也很乖 說真的 叫我練習我 可能真的坐在 進去那個房間 可能真的就是真的有拉 因為沒有拉好 可能下一次導致 爸爸媽媽都不用管 只要打電話問老師說 今天拉怎麼樣 拉不好 回來 啵啵啵 下次就 就好了 對 以前很簡單 對 然後那時候 我有 後來比較過分的 我跟我爸有承認 一直到結了婚之後 來跟他承認 就是說那個以前 我那個懸拉斷 都是我剪斷的 因為我後來 拿去給他換的時候 就是 換懸換比較久 可是後來長大發現很搖瘦 因為我後來知道 我剪的都是洋長懸 因為其他的懸剪不掉 錢也沒那麼容易剪 然後洋長懸剪的斷 然後其他的 尼龍的還剪不太斷 對啦 剛才就更剪不斷 對 然後我有成功的 都是最貴的 那個時候洋長懸很貴 對 我覺得 那你換懸的話 嗯 一次換多久 我覺得 我爸也不太會裝 所以應該 混個大概 二十分鐘 然後再這樣走 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那個 你上 就是 面前很想要上廁所 那種概念 喔 那你 你其實算是 這算有良心的 其實我做過一個 比較沒有良心的 不過 如果有學生聽的話 那就不要學 我以前 嗯 我會 對 因為 不是要問你說多久 因為你說二十分鐘 可能走過去加起來一個小時 偷懶 我是 把用那個筷子啊 筷子去把我的音柱把它敲掉啊 然後敲掉以後就給我媽聽說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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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有那個音柱掉了 那 那 不可能 他不會裝啊 對不對 那一定要拿去給琴坊 工坊 先給它裝 他們也不一定說 拿過去馬上就裝對不對 所以一定叫我媽 隔天去拿的嘛 那我就可以拖擔一天半 喔 這個這個 這個很絕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學啦 這個不能 這個不能 因為那個 其實陰柱沒有撐柱的時候 然後那個 有一點風險 可能會把面板整個用下去 如果鞋沒有放鬆的話 有這個風險 所以如果有學生要用這一招的話 記得把鞋先放鬆 然後再把那個音柱敲掉 可能是 你這樣跟我講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 我有一兩個固定的學生 他音柱常常在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 吳瑰斯有認識過我 我不知道 我 你這樣講 我就記得 然後我覺得他們樂器 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 那我現在 我現在就要問一下 你剛剛說 你這一招有人在 二三十年前用過了 對 然後 然後就說 老師話 然後去修 然後又可以休息 可能有可能 對 而且都是快要上課前一兩天 對 那你又不用練習 我去問一下 然後也不用上課 這是一石二鳥 對不對 休息一天半 你就不用去上課 你一定不可能跟人約 隔一天 一天就像禮拜啊 對對 我們小時候 我覺得 應該是 不是只有全班最皮 應該是那時候全校最皮 我以前跟洪偉 我們除了 我們在小 我們是小學一年級的同學 然後到 國中也當過同學 我記得我們兩個已經從一起發展 對 然後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會見面的地方 除了教室裡面以外 就是 音樂班 辦公室 因為我們兩個會被 叫去處罰 然後我記得就是 打兩下 四下 八下這樣 然後 累積 我不知道有件事情 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 就是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啊 就是 就是 就先 先被叫去辦公室了 然後過一段時間 你被叫進來了 你知道那時候你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們發生的事情 這麼久 那時候 那時候老師去跟主任 剛剛說 這位同學 小力情沒有帶來學校 放在火車上 你 你記得這件事情嗎 我記得我放在計程車上 是火車還是計程車 火車是後來的事情 小學的話是計程車 小學是計程車 然後 可是 可是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好像 你跟我 你那時候跟我說什麼 什麼 我媽媽今天要去追 追小力情啊 對 沒錯 就是他 可能是 用那個廣播啊 計程車廣播 哦 然後 你知不知道 你那時候跟我說 你說你好開心 小力情 我很期待 你跟我講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 要被老師處罰之前 我們就是會在那邊 互相交換意見 你記不記得 啊對啊 然後你以前 我覺得你有一件事情 以前教我教的很好 我很感謝你教我那件事情 我現在不是很確定 你要說的是 怎樣還是負面的 就是 我們不是都會被教去打屁股嗎 而且以前我們是都用那個 整條 大提琴的功 很粗的 大多輩子 有換成這樣子的 哇那比藤條 其實 有過自有不及 對 然後 你跟我說 你有一天跟我說 張傑偉 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會被打壞很痛嘛 那你教 你教我什麼你知道嗎 我教的東西很多人 他跟我說 回家 唯善不於人知 他說 你跟我 你教我說 穿五件內褲啦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通常有時候晚上是要放學的時候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我們說明天早上到學校記得到辦公室來找我 他就知道了 他這次有準備時間 對不對 這有準備時間 然後那時候你就教我說要多穿 然後後來打完之後 我就跟你說 不太痛 我記得你也跟我說 對對對 就好很多好很多 然後因為 就偶爾有時候不小心打到大腿啦 然後 但是打到屁股那塊 就是 就好很多 我們小時候 基本上學校調皮的事情太多 你最深刻有沒有什麼意思 我會覺得 有 好奇你最深刻 調皮搗蛋 或是我們小時候的 在學校 當然你自己的風工偉業跟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風工偉業 當然 但我記得也是沒有那麼太多了啦 不過我記得我們兩個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情形房的事情 哦 對對 你記得我們在情形房有 我們有翹課 然後 我們是翹課去練琴哦 哦 對 這個重點 我們是 我們先從正面開始 對 我們是翹課去練琴哦 那時候可能已經可以知道 練琴跟讀書可能我們比較喜歡拉琴了 如果這樣回頭看的話 我們是翹課去練琴 我們翹課去練琴 然後後來情形房就淹水了 因為我們 我們先講一下那個以前我們的情形房 因為有隔音板 隔音板 然後我們以前就是 通常就是有不知道哪個學生就弄搓了一個洞 那個琴房跟琴房之間就搓一個洞 然後開始大家就會越挖越大 然後開始拿琴的開始撞 老師如果不知道會開始撞 反正那以前沒有監視器 其實都不知道誰做的 然後我們練琴的時候 我們會去 有時候會去搶琴房 都搶那個可以 就是有洞的 因為可以看到對面人家在幹嘛 然後我們的洞就越挖越大 對 然後那一次是我們翹課去 然後不知道是誰開始就先 口水就先吐到對面了啦 對 因為可以看到然後講話 然後看他過來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吐 可是我覺得如果不是你先的話 我應該不會吐 不過你一定也覺得如果不是我先的話你不會吐 重點就是剛才你是用吐口水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洞不夠大 然後又開始把它挖更大 然後後來就拿水桶潑了 從這邊潑到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再潑過來 然後潑到最後就是淹水了 然後後來 伴上同學都跑去幫忙我們 拖地啊 拖地嗎 對啊 然後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難忘的回憶 當然啊 我覺得就是沒有 就是誰可以把琴房練琴練到淹水 對啊 對 這個應該也 這一生就是也很難再看到第二次了 其實現在的小孩子沒有我們這種 這種Guts 沒有我們這種創意啦 對 我覺得 哪有人會拿水桶去琴房的 對不對 還把水拿進來潑 現在小孩子我覺得 需要這種勇氣 說不定現在小孩子連翹課去練琴都不太敢 說不定 不能改國立翹課去練琴吧 對啊 我們還是國立練琴好了 這樣子 宏偉就是 我記得小時候 他就是我們很頑皮啦 然後 但是那個是很美好的一段時光 對啊 現在 我們都有小孩子了 頑皮也只能 看小孩子頑皮而已 我現在對有時候就很有時候會擔心小孩子會像 像我們那麼皮 你以前 拜託說你光是從二樓走到一樓 你不走樓梯你知道嗎 你從外面 你跳下去餒 然後 你是比較高你知道嗎 就你直接從陽台 然後手這樣抓著 這樣抓著 然後讓自己的腳 比較離地面 然後放掉 然後不走樓梯喔 對啊 你女生都在看餒 拜託 對啊 表現一下對不對 對啊 我想到我們小時候 你記不記得 小時候我們讀音樂班的時候是 沒有體育課 有舞蹈課這件事情 你記得這件事情嗎 我到現在還不敢跟別人承認 我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學過舞蹈 芭蕾舞欸 對 你絕不覺得這件事情是 你覺得這個是一個過度把握的事情嗎 我覺得是啦 我也覺得 我現在還記得那個芭蕾舞的 12345 那個腳步 沒有 雖然小學 我當然知道他們需要保護啊 不過說真的 石跟手指頭也 多多因為打籃球的關係也撞過了嘛 對啊 撞過就好了嘛 當然也不要太大力啊 可是我們小孩子可以打得多大力啊 又不是打那種專業的會斷掉的 就是吃蘿蔔乾一下啊 然後幾天就好啦 嗯 對不對 那其實 他叫我們 只能沒有體育課 只能上舞蹈課 我們還不是一樣的去做 體育課會做的事情 對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記得小時候 我們學校 小學最上面 就是我們那時候 他不讓我們碰到 手可以碰到的 球類啦 躲避球不行 籃球也不行 然後我們都去踢球 你記不記得 小皮球啊 對 就是然後我們都是 我們就在那邊踢球 然後是到後來 好像比較高年 像是國中 國中我們就打得很凶了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其實 你有沒有覺得 勤大得不錯 其實運動細胞不會太差 我 我是覺得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手感的問題啊 有啊 還有那個 協調性 還有喜歡競爭的那一種 喔 對 競爭的那種心態 因為喜歡運動的人 都不會想輸 對 然後 你把養成那種 我想要競爭的那種 個性的話 而且拉琴 拉琴也是一種運動啊 哪一種人 會一直動 這樣動好幾個小時 那你拿個杯子 拿兩個小時都會酸的 我們還要動 你現在回頭看 你有沒有會覺得 就是像我說 我教一些學生 那當然是 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假設是說 當然每個人 學音樂的目的 很不一樣 不一定是每個人 都要成為音樂家 那你有沒有覺得 那個比較 可以到最後面走比較久 或者他可能正是走這條路的人 他是不是 譬如說小時候的個性上面 他有些東西可能就是 先天需要有那些個性 他比較容易走到那裡 像你剛剛講的競爭性 我覺得其實我們小時候的環境一直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君子之爭的地方 每一學期都有考試上台比賽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那個對 就像你講的 他是不是要讓自己更好 或是不想比別人不好這種 然後這種心態 然後這種心態 我當然小時候 然後是沒有會想到那一方面 是跟人家競爭 其實也是 如果沒有排名的話 根本也沒有想到那樣子 那其實我現在自己 我們都當老師嘛 所以我覺得小孩子 就是對我來說 如果要走這一條路 很多時候是那種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天分就是 嗯 就是想要做一樣的事情 把它做得更好 就這樣 雖然是一樣的事情 可是真的有天分的小孩子 是不介意在別人看起來 好像是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他們的腦裡啊 他們的眼裡 其實是有一個目標要慢慢的去 嗯 結果他們心裡知道我要去哪裡 嗯 是那一種 對他們來說不是無聊的事情 嗯 對啊 我就是 這是我的感覺 嗯 那我很好奇 宏慧就是 有些 我跟他很熟 很熟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什麼時候 開始去拉中提琴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很職業的 中提琴家 然後你是什麼時候 開始去拉中提琴 那你為什麼 會去拉中提琴 或從小孩子跑去拉中提琴?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 我像我之前有提過 我的老師是林佳榮老師 然後他是我的小提琴老師 然後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林安辰老師 然後他已經去世了 不過他其實對我們也做很多貢獻 然後我的小提琴老師 林佳榮老師 是他提議我要去拉中提琴 因為他覺得我在小提琴的發聲方面 有一點就是大聲就壓大力 可是他覺得琴的聲音不是壓出來 是拉出來的 剛好是在 因為中提琴的琴弦比較粗 所以你壓的話 它反而會離你 你真的要有一點請中提琴的聲音出來 那種感覺 所以林老師覺得 如果我在中提琴上面 可以做到正確的發聲的話 那我在拉中提琴會更容易 結果當我開始拉中提琴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簡單 其實是我耳朵的問題 因為老師一直跟我說 你拉中提琴的聲音不對 因為我也是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才覺得 我的聲音比較溫暖 才知道我之前是錯的 所以也是花了一段時間 後來中提琴的聲音拉出來 我才自己覺得 我其實是很愛中提琴的聲音 並不是說小提琴的聲音不好聽 只是小提琴有些人我知道 像你應該知道鄭金河 小提琴家 他跟我說過 越高他越興奮 他喜歡那個高的聲音 他只不過說 越高他就越興奮 可是我沒有辦法 越高我會覺得越來越刺耳 所以拉中提琴我就覺得 那我很舒服這樣子 所以我是差不多國一的時候 那六年級國一的時候 開始老師叫我拉中提琴 所以 國一的時候 你不是有轉學嗎 對我有轉學 那個時候 所以你才不知道我拉中提琴 對對對 然後回來的時候 你好像已經去Curtis 對 我有再回去 然後對 你那時候就跑去Curtis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知道 琳老師小時候教你非常的嚴格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後來跟林老師也是他的學生 但是我跟他上課的時候我比較大了 我知道小時候你們很被要求 這個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有時候 其實我跟林老師的感情非常好 可是我們現在還經常聯絡 我有時候跟老師說 你 我知道老師你很愛我 不過我想 我想知道有一次啊 就是我是 現在我兩點去上課 然後呢 我一上去我就看你從房間走出來是那種 剛睡午覺玩的 我心裡想說我死的 我死的死的完蛋了 剛睡午覺有起床器啊 然後 他就我還記得是克羅才 他叫我拉 然後我就拉 然後我就看他的已經開始 就是本來是這樣做的 然後 然後呢 開始 這樣子 我說完蛋了 我是怎麼了 然後他就開始泡茶 泡茶就是準備要以茶消氣這樣 然後第二首 他就在拉 然後就開始用凳的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已經沒那麼爛了 結果他說下一個 下一個我就看 他沒有叫我練那一首 可是我不敢講 所以我就釋腹 釋腹 我釋腹之後呢 就超爛對不對 結果他說你叫他什麼 我就說 老師你沒有叫我練這一首 他就開始把我的菩薩拿起來 後後後這樣 我叫你練的 你也沒有練好啊 打我的頭 然後 重點是 我說那你應該我剛也沒拉好就打了 不要說 我沒練好的 你才跟我說 我叫你練的 你也沒有練好啊 然後叫完之後 把我那個 撲從陽台丟下去 叫我去撿 哇你也被丟過撲喔 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 我後來問老師 你那時候是不是純粹想打我而已吧 那真的很嚴格 那真的很嚴格 其實長大以後就會知道 很感謝老師 真的啊 對不對 對 也沒有必要啊 我知道有時候你們都會被留下來練琴嘛 啊是啊 那個 老師可以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喔對 我們今天就是說悲觀 其實後來當自己當老師之後才知道 其實學生 嗯 上完課之後 我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當然沒有想說 喔你留下來 特別是留在家裡 嗯 對 你也說也希望自己有親近的時間 對 對 把學生留下來 嗯 那是真的很特別的事情 欸我有東西要給 你不用拿那種 呵呵 不能給那種 那個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你看下午裸照喔 呵呵 你看這個 小時候他都在學校做壞事啊 有被拍下來 什麼壞事 What 這是我在欺負同學的照片嗎 還有這個 看以前的他 呵呵 然後這個 小時候就在國家音樂廳 外面照相 幻想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音樂家 我們的身高差很多 對啊 我是小學巨人 然後這是我們常常 會 騎馬打仗 爹落汗 我看一下 欸你拿這個我欺負同學樣子 好像你沒有欺負人的樣子 我沒有被拍到 呵呵呵 沒有被拍到就等於沒有 你看你是小時候 就是快要畢業的時候拍的 我記得 快要畢業的時候 你都穿皮衣啊 很帥吧 你知不知道你寫畢業紀念書 自己英文名字寫什麼 Jordan 有夠不要臉的 但是寫Jordan 哈哈哈哈 那時候還搞不太清楚 誰是Jordan 只覺得他的東西很帥而已 然後蠻貴的 我是寫黃Jordan嗎 沒有啦 你就寫Jordan 你就寫Jordan 哇 很特別 你小時候照片 這還有什麼 是很多都不見 可能在台灣的家的某個地方 不可能在國外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你當老師之後 比較有印象的 學生或是教學的經驗嗎 印象的 其實 很多啊 嗯 我有證明有負面的 不過 那很多是那種 有學生 對啦 有學生 來跟我上課 然後呢 因為 就是我知道他沒有錢 所以我用 我跟他說你要 後來是 你找到工作之後 你就把那個 薪水給我兩個月這樣子 你怎麼發現他沒有錢 因為 那時候他每次要跟我上課 然後我覺得 嗯 快要到 他要Ready的時候呢 我就說好 你下禮拜再過來 他跟我說 老師 那我再跟你聯絡 後來兩次都沒有來 然後所以考試不是很順利 是他的 我間接從他的女朋友那邊得知 他每次都是要去接case 拉什麼婚禮 嗯 我去做兩三次這樣 才可以跟我上一次課 嗯 所以我說 所以我跟他說 那 我就教你 嗯 我就好好教你 然後我叫你什麼時候來上課 所以一個禮拜四五次這樣子 嗯 我就不收你錢 然後 可是如果你不要太高興 如果我覺得你有 一點點不認真的話 那我們就當朋友 我會叫你滾出去 嗯 這樣子 是以為是真的差點麻煩 叫他滾出去 不過我給他三十分鐘的時間 嗯 進步時間 然後 就好 後來他真的是 三個月就找到工作 嗯 然後他就 經常 打電話問我 要去哪裡 什麼時候去機場 嗯 這時候他想當我的司機 就是 這學生應該也是會蠻感謝你的 對啊 然後也是啊 他跟你上課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在找工作的年紀了 對啊 我只有大部分都是那樣子的學生 嗯 對啊 那你教的學生其實應該也不比我少啊 嗯 應該有類似 不過你教的學生 其實 年紀 我自己 練習很大 對啊 然後 比較 其實我自己的 對 教學學生裡面 我 什麼樣的學生都教過嘛 然後 我自己 比較有 其實最特別的是 我有一個學生是聽導生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講過這件事情 他是完全聽不見的 但是他 他來找我的學情的時候 他很有誠意 因為我知道他非常想要學這個東西 而且他第一把小學情是從垃圾堆撿到的 嗯 嗯 然後 但是 他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他 會 他有注定器可以戴 但是 狀況是 拿下來是 是全部都聽不見的 對 然後基本上 我跟他上課的時候 就算是 疫情期間 我有時候是必須要把口罩拿下來 因為他要讀我春雨 對 但是 因為 任個學生是讓我 嗯 就跟教一般人 會印象很不一樣 因為我也常常藉由 就是跟他討論 了解他的世界聽到什麼聲音 嗯 因為他們聽到的聲音跟我們會 我相信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他透過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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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器 嗯 然後 就是 也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方便 因為他那個是有距離的 嗯 包括說他坐在台下 聽我們上面的人 就是拉起 但是 但是後來我就是有影響他 讓他 他也會進去音樂廳 聽音樂 然後 其實他學情也學到一段時間了 也換把位 然後抖音 正在學 我覺得那個是蠻開心的啦 就是如果說是以 以一個把音樂 就是我會音樂 然後把音樂交給別人那種過程 那個對我來講是一個 我也是很有印象深刻 然後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我反而是在上他的課的時候 有時候 我會去四部一樣的音色 然後問他聽到什麼 嗯 對 然後或者是引導他去做看看這樣 就是我 如果類似那樣子的話 因為我其實 你這個應該也不知道 我在過去二十年 嗯 十五到二十年 我一直都在教 嗯 自閉症 哦 你去教自閉症 跟就是 智商偏低的 嗯 小孩子 在韓國嗎 對在韓國 OK 那當然起點是因為我的侄子 嗯 他本身就是有自閉症 特殊生 對他就是特殊生 是我很愛他 嗯 所以我就陪他練琴 嗯 小時候啦 那時候跟他有多一點交流的機會 嗯 他現在在 嗯 韓國 國立 藝術大學 嗯 拉中立琴 嗯 是前幾年考進去的 所以 所以我都說 他是我最驕傲的學生 嗯 那是我自知 所以我當然很愛他 嗯 也是因為他的關係 我對那方面的人 我小孩子 有很多接觸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他們有些人 他們 我知道 像你 我相信他 你說有自閉症的人 他如果是可以很focus去做 我相信他們還是可以做得很好 是 對 然後像我自己 我也是跟我學生講 我都跟我學生講說 其實 那個聽障生的學生 算是很認真的學生 對啊 因為他可以做到那樣的東西 其實是比我們還需要更鼓勵的 我早上坐火車來上課了 嗯 對啊 你還有沒有什麼 對我有什麼問題 或想要這個機會問一下 哦 其實我 應該在我們邊上聊天的時候有問題 不過現在想起來 我是在問你 因為我知道你做 嗯 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嗯 這個是我沒有的經驗 嗯 因為我做的事情 都是跟拉琴有關係的 對 比較像 我知道你小時候就有做一些 跟玩具有關係 嗯嗯 然後慢慢的就收藏玩具 要收藏藝術品 而且這個藝術品還沒有包括 樂器 嗯 嗯 因為我知道我樂器方面的收藏東西 嗯 我沒有收藏玩具 嗯 然後 叫高等的 不是玩具 就是玩偶 嗯 然後 再來就是現代藝術 嗯 這些跟樂有關係嗎 真的 哦 在我眼裡 我覺得對我來講有關係 因為 我小時候有一段時間 十幾歲的時候 收集玩具 但我收集玩具是我小時候想買沒有的 所以那個時候 對我那個年紀來講已經是古董了 嗯 我並不是去買那個時候出現的東西 我是找我小時候的東西 他 小時候因為小時候練習很辛苦 小時候家裡環境也沒有辦法 就是說 我爸就跟我講了明白 我那個畫面到現在我還記得 就是 我蹲在那個太原路那個P8 的玩具店 下面在看 就看了一個玩具 然後我跟我爸說 我很想買 我爸說不行 那個 身上那張鈔票說 等一下要付 去上小鈴鐺課了 好 所以我這個 我超級深刻 然後 所以那個不是 所以那時候你就把銀柱打掉嗎 嘿嘿 然後就拿這個 做 哦沒辦法上課了 買玩具吧 我不知道 你沒有教我 然後 後來就是 我記得有時候都是去同學家裡玩 爸爸媽媽給我的 我真正買的玩具沒有很多 然後我小時候第一次小鈴鐺考第一名的時候 我爸送我一台那個霹靂有俠李麥克搖晃車 我到現在還留著 然後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小時候沒有那些東西 可是想要 然後 然後 所以我大概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去收集玩具 到收集到很多之後 變成我無聊 一直戀情很無聊 所以我去弄個網站 你知道我為什麼弄網站嗎 最早是要送給女生的 就是我會去做網站這件事情 我後來不是做網站 然後把玩具放在上面賣嗎 但是以前是因為我要送給一個女生 我想說送了什麼東西 很有意義 他去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 所以我自己看書看了三個月 然後我去做我人生第一個網站 然後 那這些東西跟音樂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覺得 那個玩具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然後 我們有時候拉琴的時候 會放進去顏色 我覺得在我人生裡面 有很多部分的顏色 在小時候對我來講印象是很深刻的 情感的部分 除了長大之後 人的男女的情感 或者是 親情這種東西 我覺得有 應該是說我覺得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是小時候 所以我也很珍惜像你這樣子 小時候一起長大的朋友 老朋友 對 然後到後來 我大學的時候開始也有收集小禮琴 但是小禮琴是我很熟悉的東西 但是 我常常去美術館 包括說我以前在紐約念書的時候 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很熟悉的東西 你其實最後一個學校跟我一樣 Manus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Manus 他給一張學生證 那張卡片 是每個週五 去MOMA 美術館不用錢的 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 反正我念的 我不知道你在的時候是不是 但是我念的時候他有這個 這個功能 功能 他那張卡的這個功能 所以我在紐約念書的時候 我基本上每個禮拜我都去MOMA 然後你像你有時候來我的地方 你看我一些家具是甚麼東西 都自己設計 因為我以前都去MOMA看這些東西 它裡面有很多的 就是當代contemporary的設計 然後在很多藝術品 然後我是覺得 我自己練習練得很累的時候 我去用 我自己的角度去看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我心裡很舒服 就像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曲子的背景 可是有時候 我們是用我們自己的角度跟感受 去詮釋那個東西 那我覺得有時候 甚至是看了那些東西之後 然後 我好像在某些演奏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把那個畫面 可能放到這個曲子的哪些部分 我覺得這樣很好玩 所以這個東西到 有時候 變成就是 你先看一看 然後看很多 然後到最後就是 你有一點貪心 或想要擺在你家裡久一點 然後 所以我才會去 去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 但是我覺得那些 最早的東西 不管是我小時候 收集玩具 或者是 後來去收集藝術品 我覺得是有時候是在排遣我 在練琴上面的一些壓力 跟無聊 然後可以有一些新的顏色 放到我 的曲子裡面 我是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 謝謝宏偉今天跟我們分享這些 謝謝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聊我們自己的事情 拜拜 拜拜 那如果有任何音樂相關問題 小鈴相關問題 歡迎大家 來信詢問我 謝謝大家 拜拜